日线12今日关注河南南洋摩托车撞上小轿车行车记录仪记下惨烈瞬间 北京男子冒充民警诈骗被拘留 江苏镇江军事迷玩气枪被处罚 辽宁网上逃犯开假车预检查用假明行贿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陆陈 首先来看一组权威发布 在外卖交通运输工具中 电动自行车占据了较大比率 部分送餐员在驾驶过程中存在看手机接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 超速闯红等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时有发生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外卖送餐员存在突出交通违法现象 各地交管部门采取集中整治行动 约谈外卖企业 实行快递车辆内部识别系统等措施加以整治 来自教育部发布会的消息 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率已达3% 超过发达国家1.6%的水平近一倍 对于一些大学生修学创业的现象 教育部予以回应 针对目前清华大学等一些大学 允许学生修学创业的做法 教育部表示 将进一步推广这些创新模式 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 近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 上半年证监会对328家私募机构开展了专项检查 发现其中90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问题 相关证监局将涉携违法犯罪的 八家私募机构的违法违规线索 通报地方政府或移送公安部门 并对6家机构采取行政接管措施 或立案棘查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日前以专利助推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的 2017年中国专利年度盛会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中国专利信息年会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7届 今年首次更名为中国专利年会 来自全球80余家企业 国际组织 法院 政府部门 代理服务行业 及学术研究部门的百余位精英代表 围绕专利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题 就心形势下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意识与动力 等开展深度交流 如何通过专利部组 更好的支撑 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良心互动 合拍共振 始终是我们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深长宇指出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工作 本身就兴起于实体经济 并伴随着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 而不断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 实体经济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体现为 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方面的竞争 围绕提升知识产权对实体经济的技术供给水平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方面启动实施了专利质量提升工程 大力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 另一方面通过建机制建平台促产业 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 加速专利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2015年5月 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 这是指导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第一个十年纲领 中国制造2025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将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 让广大制造企业想创新 敢创新 能创新 并充分享受到创新所带来的成果和效应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 让创新者真正能通过创新的能够有收益 这样的话能从根本上调动创新者 它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16% 专利转让许可质押等在内的专利运营次数达到17万余次 同比增长近20% 知识产权的价值正在加速实现 努力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知识产权形成或申请呈爆发式增长 知识产权纠纷发生的也较为频繁 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关键 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护 随着我国企业自身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侵权维权问题 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在会同有关各方 协调推进知识产权 严保护 大保护 快保护 同保护等各项工作 积极构建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环境 我们出台了严格专利保护的若干意见 也提出了33条有针对性的措施 同时也通过专利法的修改 也我们在提高专利的侵权赔偿的上限 同时也引入惩罚性的赔偿制度 一起能够解决专利维权过程中存在的 举政难 周期长成本高 赔偿低 效果差等这些问题 近年来 我国企业拥有了自主研发团队 对核心技术的掌控能力不断提升 在享有自己专利的同时如何维权成了关键 据悉近三年来 我国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高达47000多件 你的专利如果是被无效了 这个时候反而是会财博 就你的起诉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说权力稳定是最关键的 第二就是你的证据 事实是我们所有裁判的基础 如果你事实不达实 我没法判 如果做专利的诉讼维权 最好请一些比较专业的代理人来做 你一定是有一个充分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的素养 你才能把这案做好 不然你无法和法官宣众良性的互动 我不了解你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我就没办法听懂你的利益诉求 我就没办法把你的合理诉求 给你得到合理的支持 今年8月29号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 尝试了很多新的制度 初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筹建知识产权判处法庭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河南南洋 近日一辆摩托车前面坐着孩子 后面载着大人在省道上超速行驶 结果悲剧发生了 热信十二即将播出 河南南洋 摩托车撞上小轿车 行车记录仪记下惨烈瞬间 北京 男子冒出民警诈骗被拘留 8月22号在河南南洋 一男子骑着摩托车 载着一个女子 一个小孩 在路上快速行驶 后车的行车记录仪记下了这一幕 你看他小孩的时候 这样一摔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就必然出局了 他抓不住 抓不住一张 你说他夹住了 他夹住了 现在把什么的 就是了就是了 乖着玩就是妈 就在摩托车转完之后不久 悲剧发生了 摩托车与一辆白色SUV 发生猛烈碰撞 摩托车上的两个大人 一个孩子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每一次悲剧的发生 都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张斌 张斌你好 陆陈你好 其实这样的悲剧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但为什么还是会有人 开车上路的时候 漠视交通法律法规的存在呢 我们看到这些悲剧的背后 往往这些肇事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认为自己技术好 心存侥幸 认为这样的一些倒霉事 不会碰到我身上 甚至有人在潜意识里 还认为这样的行为 我是占了便宜 你看别人不能走 我走了 别人慢我快了 但是规则就是规则 规则是刚性的 一旦违反了规则 其实也就失去了规则的保护 我们刚才这个案例里面 真的让我们很痛心 一车三命 包括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孩 这样一种惨痛的代价 难道不足以让我们 真是对于规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吗 对于普通人来讲 你闯一次红灯 逆行一次 可能带不来什么呀 特别严重的后果 但是这样一个一个的 血淋淋的案件告诉我们 一旦违背规则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因此遵守规则 遵守秩序 让我们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没错 所以也请大家切记 开车上路 生命安全大于一切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当事人 胆子口不小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冒充民警诈骗敛财 前不久 北京铁路警方接到报案称 有一名青年男子 在北京站广场西侧 以民警清理闲杂人员为由 向他人索要钱财 接警后警方立即部署 便衣民警开展工作 8月19号下午 便衣民警在车账广场西侧 发现一名身穿白色短袖 蓝色戚风裤的年轻男子 在人群中穿梭 行迹十分可疑 锁定目标后 两名便衣民警 立即上前将该男子控制住 在其身上当场查获地铁票 32章 警察张某23岁 据他交代 他以北京铁路公安处 治安支队便衣实习民警 在车站开展治安整治为名 在车站向周边一些不法的小商贩 索要钱财或地铁票 以此牟利 目前张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据北京铁路警方统计 进入蜀运返程高峰以来 共查破各类治安案件50起 查获黑出租车18起 抓获各类不法人员30名 清理各类闲杂人员105名 君子爱财 但要取之有道 继续往下看 君事爱好者迷恋仿真枪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迷恋一定要拿捏有度 近日在江苏镇江 几名君事爱好者和他们的朋友 就因为没有掌握好这个度 被当地的警方 定义上的 从小这个东西 就是比较喜欢玩这个东西的 网上有一批军事迷恋 然后我们通过网络联系 平常在你们那里聊些什么呢 就聊些枪械的构造之类的 然后怎么把枪械 把它调准 没有效好之类的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 扬州市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在江边用枪打鸟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张某 经过摸牌 警方确定了一个以张某为核心的军事爱好者小团体 7月13号 民警在张某的赞助地将他抓获 现场缴获一支整枪 接着顺藤摸瓜 抓获了其他十名涉案嫌疑人 缴获了另外八支整枪 及一箱零部件 经过专业部门鉴定 缴获的这些枪支的枪口比动能 都在每平方厘米130角以上 远远超过了国家的相关规定 具有很强的智商力 已经涉嫌犯罪 那么就是两 基本上是两两搭配起来 一起开车 到我们这个枪面上去打 玩一些气枪 但一个人要负责开车 因为他们不能正当光明的 把这个气枪拿出来玩 玩气枪的人 他就会坐在副驾驶 把窗子车窗摇下来 把气枪伸到车 坐在车里面 把气枪伸到车窗外面 来打一些猎物 这些枪支加上瞄准镜等装备 价值都在上万元 张某有专门的购买枪支渠道 以接刻板球气枪为例 张某以6000多元的价格 从上加处购得 再加价1000多元 将枪支转卖给他人 张某倒卖了三支枪 获利3000多元 这东西毕竟不是公开能搜寻到的话 如果像我们玩家的话 如果认为哪个玩家 手里面的资源稍微好一点的话 我们都会过去征集一下 据了解 涉案的11人中 有6人因涉嫌非法摆卖枪支罪 被采取强制措施 1人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 被刑事拘留 还有4人因涉嫌毁灭证据罪 被刑事拘留 导致警方无法鉴定枪支的智商力 据张某交代 他们都是因为爱好军事才走到了一起 购买这些枪支就是想真实感受下打枪的刺激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寻求刺激的后果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来看下一条消息 近日一项名为全国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工程 合理膳食专项公益活动 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 日前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 主办的全国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工程 合理膳食专项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在北京民族文化工举行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我国人口流动速度和规模显著提升 国家卫生计生委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1 中国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 您是来北京打工的吗 是啊 不是啊 我们分学 那您平时关注自己的日常饮食健康问题吗 吃饱就行了 没怎么管转 不这么管 稍微注意一点 家里人呢 家里人也是 也注意的 少盐 少糖 少脂肪 数据显示 我国1.23%的流动人口平均医疗费用超过了75000元 这一比例远高于0.4%的平均大病发生率 按此标准计算 我国流动人口中因病制贫人数约为300万人 这些人群也是国家精准扶贫的关键 农民工在街上干活 吃的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品质且不说了 那个卫生不卫生 安全不安全 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 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 2016年10月25号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印发实施 健康中国建设遵循健康优先 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公平公正的原则 构建上下联动防治结合中西医病重的慢性病防治体系 加强全社会对流动人口的重视 倡导全社会关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 我们将设立公益专项资金 对流动人口因代谢综合针 自贫版本的特殊困难人员 及患大病的流动人口家庭 开展资助帮扶赴项项目 在把目光转向辽宁 近日一名司机在面对交警的检查时 开套牌车冲卡不成 又捏造身份 企图贿赂交警 这一记又一记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热信12即将播出 辽宁网上逃犯开假车 预检查用假明行贿 辽宁大连购买行人动作慢 火爆司机电棍伤人 前不久 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滨海新区大队的民警 在102国道线上巡逻 一辆悬挂经A号牌的车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发现这台车就有点可疑 随后用这个警卧一团上网比对 经过比对呢 这个车牌号和该车不相符 随后呢民警就用喊话器 拦截该车辆 让靠边停车 然而这辆车在听到指令后 突然开始加速行驶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民警紧随其后 在开出去约五六公里后 这辆车最终被迫停在了一个转弯处 副驾驶乘坐一名人员 先下车就奔着一个大地里就跑了 当时咱们民警下车以后 驾驶员也要跑 这个跑出去有五六米的时间 这样的距离就被我们指令民警当场控制 你为什么汽车爱逃 所以没带驾证吗 车车报废车没小物约 随后民警将驾驶员带上警车进行询问 驾驶员告诉民警自己性行 开的是一辆报废车 但民警进行查询后发现 驾驶员不但开的是套牌车 连身份信息都是捏造的 民警当即决定带男子回大队 进行进一步调查 就在这时男子开始求情 并试图贿赂民警 在返回大队途中 该驾驶员跟民警商量 愿意出三千块钱 请求民警放过他一马 但是民警对他的行为 进行了语言式的教育 很多时候没有记得点 我家当的报应 给他请客人回来 回到大队后 在民警的询问下 男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原来男子并不姓秦 而是姓靴 坐在副驾驶的是他的舅舅 因为自己开的是套牌车 所以才会想要逃跑 随后民警将薛某的信息 输入到公安网进行查询 结果薛某的名字立刻变为红色 这代表他是一名网上逃犯 2016年曾因盗窃摩托车被判过刑 进过监狱 他应该是刚出监狱不到一年 而且是从朝就业 还在继续盗窃摩托车 那么这个被葫芦岛市建长线 给立为网上逃犯 目前这个嫌疑人 我们已经移送给葫芦岛市公安局 由他们进行进一步处理 开车上路 礼让行人是最基本的道德 可是前不久 在辽宁大连的一条马路上 一个行人在过马路时 走得稍微慢了点 竟引起了一名司机的不满 随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这是大连市公安局 泉水派出所内监控摄像头 拍摄下的一幕 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事发时 在泉水派出所的大厅里 一名男子突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情况紧急 民警立即对这名男子实施急救 并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暈倒的男子姓张 原本是来派出所报案的 那么他怎么会突然 晕倒在派出所呢 原来小张来派出所之前 曾和一名驾车男子 发生过冲突 小张因此受伤 小张立刻报了警 而男子则驾车逃离了现场 没想到在派出所 小张突然倒地昏迷不醒 紧急救助后 小张被送往医院治疗 经过小张的描述和医生的诊断 民警断定 小张的伤是由电棍击打造成的 通过调取周边的监控视频 民警很快锁定了 驾驶车辆逃跑的男子金某 并将其抓获 据金某交代 事发时他吸食了毒品 开车行驶到路口时 和正在过马路的小张发生了冲突 之后金某用电棍击打小张 导致其随后在派出所内昏迷 金某涉嫌欧打他人 吸毒两项没法行为 我们对其合并执行 二天行政拘留 索新民警处置及时 小张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仍区在医院接受治疗 近日铁路部门开始发售 十一黄金周和中秋假期的火车票 为窃市维护广大旅客合法权益 和良好的购票秩序 铁路公安机关同步启动 为期两个月的秋风2017战役 严密防范打击各类 导票违法犯罪活动 从9月1号12时起 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开展了统一行动 对前期摸牌掌握的导票人员 进行集中授网 行动中全国铁路公安机关 实行集中统一指挥 坚持虚拟网络战区实体两线作战 坚持公开整治和便衣 打击相结合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车站 组织一千余只打票小分队 对售票厅 进站口 自动售票区 车站广场等重点区域 加强清理整治和交叉打击 目前已抓获导票人员126人 破获导票案件99起 缴获车票1500余张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 为确保您的合法权益 请通过正规渠道购票 乘车时请携带车票 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证件 做到票证人一致 以免耽误行程 近日 河北联县村民航某 在当地青龙山高铁沿县附近 试飞自制航模时 因操作不当导致航模失控 掉落在京秦县高铁线路上 逼停高速行驶的G2604次列车 造成列车晚点22分钟 那天8月18号那天 我开了三车车上青山景旗大门那儿 放飞机去了 刚刚驶吧 放飞机吧 放火 放火 又滑翔听火 听火吧 感到第二次放飞的时候 有个人咋 有个人咋 很多往下落 往下落 也不知道是气流的事 也不知道是飞机的事 都失控了 目前庞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现在很多景点都有许愿池 里面经常堆满了游客投放的硬币 前不久 一位到云南丽江的游客 就对景区许愿池里的硬币 动起了歪脑筋 监控画面显示 一名男子撑着雨伞 在景区里走走停停 四处张望 像是在寻找什么 几分钟后 男子向着大殿方向走去 就是说 首先到我们的大殿 他去谈那个 宫德仙 但是被我们的工作人员制止了 但是我们的员工有那么一种意识 就是说 就把他的信仰留下来了 让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下午 这名男子竟再次出现在 遇水寨景区的许愿池附近 但这一次 他手里还拿着一根长长的棍子 由于当时景区里的游客并不多 这名男子在工作人员离开许愿池后 就走向许愿池 一只手拽着许愿池边的锁链 另一只手拿着长棍 伸进了许愿池里 捞硬币 工作人员发现后 大声制止了该男子 并立刻跑向许愿池 男子健壮 企图逃跑 但被安保人员控制 安保人员现场缴获了一根 黏着磁铁的方形钢管 还有刚刚从许愿池里吸上来的 9枚硬币 随后 男子被移交给了当地派出所 警察 该男子姓张 那天从御水寨景区一围墙处翻墙进入了景区 并找到了一根方形钢管和一块磁铁 自制了打捞工具 最终张某因涉嫌盗窃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日前 辽宁复兴一位老人遭遇意外 坠入深井 幸亏消防人员及时赶到 8月28号中午 家住辽宁复兴的一位老人 失足坠入深井 情况十分紧急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这口井深17米 水深约8米 井口直径约1.5米 井下有一台抽水泵 幸运的是 老人坠下时 被抽水泵的电线缠住 没有沉到井底 只胸部以下 没入水中 但是电线同时也累住了 老人的脖颈部 导致他呼吸出现困难 一名消防战士 利用绳索沿井壁进入井下 用安全腰带 将被困老人的身体固定住 另外两名消防战士 在井口向上拉动绳索 当老人被拉至 距离井口五六米处的时候 再次被井中固定抽水泵的 绳索和铁丝缠住 井下的消防战士见状 立即进行解锁 大约23分钟后 老人被成功救出 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 老人今年70多岁 患有轻微心脑血管疾病 当天中午 途经水井时 不慎失足 坠入井中 幸好附近村民 及时发现 拨打了报警电话 今天我们继续善行人物展播 寻找爱的故事 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石荒老人 他学识不多 但是爱书成吃 隐喻相间 三十年如一日 石荒购书 家中藏书五万 又捐书千册 一双石荒的手 拾回的是一座知识宝库 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石荒老人开启知识之门 我总觉得所有的人 都是有使命 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需要对得起他们 我希望看到 就是孩子的消灭 去感受帮助人类的愉快 我们在家中藏书 在家中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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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我们来给朋友来 我们收贝酒的朋友来 去买书 有啥书 前六师 一号 1919 到2020 2020 2020 就是我两个叔叔在这里 给你摆在每个家 我让你摆不到 每年赚的钱 你除了开支 房租的等等以外 可能差不多一半 就在给书上面吃了 我买个书 一百块钱 在北人眼里 看了不过超大个问题 书 从过来看 刚才那一百块钱 你要买瓶子 差不多可能有三倍 瓶子 我就把那个钱 花在朋友身上 也是个最值的 你背的时候 你那么小 把松花搞 你背起来不加面积去 一号一千斤 四九千斤 现在只在家里 不得哄你们 你放心吧 好 我们拿下 才干多钱搞 一百四十五斤 一百四十五斤 四元包 两人 我是秦光卫 是个第一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收黑品多方人家的原因 一二十三 人家也说好像一二十 跑狗这样是吧 六亿年春 等于国家收了三年 自然痰痕 产队离开了性格的状态 所以最后一心想学习 那个时候收的费 就是它心里面就喜欢多数 慢慢或者自己 留下散步走家 都要看一看 有用的书 我就把它整理书 孙叔 我来看书 要的 那上次去的 要的 给你的同学 故事 什么 路病生 漂流记 在97年春节过 我就把书全部上了家了 上了家后 就摆去摆去过后 基本上就只写了一张纸 没有藏书 免费参业 来东运度的 我看过这个程度 在当中的性格 不打击 在那儿 我看起来 要不要 혹不打击 你要的 许多 不打击 1993年是我最大的最大的 最大的 我也是奔过父亲病逝 余子在东邮检病逝 那一间我也没有病逝 就得了神经关能症 最低谷的时候 自己还是喜欢看什么 在那个民营人民里面 那本书人家我就看了 徐伯鸿先生 他说人不能有高级 当然也不能没有高级 我想给他一个大礼 从此我又从一战家 学校成了我的最忠实的朋友 上面就是岳山桃的 第二个是葛摩肉的 这三个就是八斤的 这些都是关于教育这方面的 这上面的一直到这儿 全是上帐的书 外国的民族 都是十五十年代的 差不多都是书版的书 这个书原来是来自千亿家万户 因为损失就已经比较大了 但我来说是看起来没受损失 就是我的保管的条件 自己的条件都是远远是很差的 以前就受了损失 再也对我来说不能再受损失了 这个都是文件 正面是红色的土 现在我们土非常有收藏价值 一位老人他能够就是从 石荒的生涯当中坚持三十多年 这个肯定是对书的无比的热爱 我相信陈光伟老人 对于图书的这种感情 是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老朋友我给你现在找了个好家 你要好的发挥作用 我会还要来看你的 三百万元 这对于一个拾荒者来说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我们看到陈光伟老人 却丝毫没有动心 最终他把部分书册无偿的捐赠了 那下面我们想问问 本栏目特企评论员张鞭 您怎么看陈光伟老人的这一举动呢 我们说过去藏书的人都是什么 要不就是文化大家 要不就是名商俱古 而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石荒老人 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积攒下这个价值数百万元图书 显然这个老人对书是无比热爱的 那么把这个书能够捐献出去 其实也展现了陈老人的一种大爱 我们说善行啊 其实就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 用自己的行动来引领这个社会风尚 恰恰是我们现在践行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内容 所以说一本书 其实老人呢 带给其他人的可能是更多的知识 而老人从石荒的角度讲 他却恰恰扫除了我们精神的荒芜 这一点传递的正能量确实值得我们弘扬 值得我们学习 那陈光伟老人可以说 他的行为是非常可贵的 并且呢 从他的身上 我们也感受到了 他对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真实和传承 也但愿我们的身边有越来越多这样像陈光伟老人可爱的人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